4月29日 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 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成功迈出第三步 开启了空间站任务的新时代 天河核心舱是中国空间站核心舱 是空间站的管理和控制中心 负责空间站组合体的统一管理和控制 支持实验舱 载人飞船 货运飞船等飞行器与其交汇对接和载轨组装 具备接纳航天员长期访问和物资补给的能力 支持开展航天医学和空间生命科学实验 空间站建设呢 我们整体的方案是以天河核心舱为基础 为基础 然后结合问天舱和孟天舱整体构成这样的一个大的组合体 我们目前的建设工作呢 计划是从天河核心舱的这个任务开始 到年内呢 我们想完成一个主要的一字形的这样的一个构架的建设 后续到2022年之前将完成空间站的整体建设 投入我们的实验用意阶段 在天河任务中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5院510所 研制的主动电位控制子系统 机械臂操作台 舱门快速简陋仪 空间站显示综合单元 音频单元 照明设备 空间站用电源等产品在空间站天河核心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主动电位控制子系统被誉为航天员的金钟罩 也是此次任务中最核心的系统之一 该系统主管设计师孙盈平向记者介绍 由于在电离层等离子体环境中 其主体结构将产生较高电压 当航天员出舱活动时 犹如工作在高压电线上 生命安全将受到较大威胁 该系统就是将空间站结构电位控制在安全电压范围内 保证航天员出舱时的生命安全 也是保证空间站建设必须解决的核心关键技术 该系统创新性强 技术难度大 是五国卫星主动电位控制技术的首次载轨应用 它的作用是用于在航天员出舱的时候 把空间站的整个电位降到我们的人体安全电位以内 来保证航天员的出舱的生命安全 它的优势是目前我们国内的首次 及电位空间的电位测量和控制为一体的一个系统 它将实现我们这个技术的载轨的首次的应用 关键的技术指标来说 我们已经超过了国际空间站 达到了国际先进 除此之外 航天510所研制的空间机械臂系统的大脑 机械臂操作台同样是首次载轨应用 也是中国空间站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重要标志 天河任务中 大部分照明产品研制工作 也由航天510所承担 配套照明类产品共计十二种 每套六十余台 其中全新设计的照明产品主要包括情景照明产品 便携照明产品和舱外泛光照明产品 是中国首次在空间飞行器上应用情景模式可调照明技术 也是全球首次在大型载人航天器内部全范围应用情景照明技术 航天510所还介绍了航天员的显示器综合显示单元 航天员的语音设备音频单元 航天员的充电器 空间站用电源产品等核心部件和创新技术 这些设计都极大提升了航天员载轨工作 生活的便利性和舒适性 构建了一个明亮舒适的中国空间站环境